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着从解决吃穿用 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国民经济 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大转变 一场历时16年 直接涉及全国13个省自治区 数百万人口的工业大迁移 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展开了 1965年春 金沙江畔的潘枝花花开绚烂 空气中散发着铁矿的味道 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线建设者 纷纷踏足这个西南小镇 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 十万建设大军集结完毕 为开采这里的煤矿 人们在群山中 开始了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 西北的黄土高坡上 晒得脱了一层皮的建设者 开始咒服夜出 工地的灯光 成为秦岭山脉的点睛之笔 这西南方里买了二十个鸡蛋 就放在这个床底下来 第二天去了又去书牙了 一看的话 这个一条蛇盘在里头 在偷这个鸡蛋 所以到处屋里头 那个汗味 臭脚牙子味 有的人多呀 咬牙的声 梦话 啥都来了 不学义儿 冯一把水 经济水上来是没清理过 没清理过喝了水的腊肚子 腊肚子 腊肚子 熏得很 那个时候 地处云贵高原腹地 群山环抱的六盘水 人际寒至 1965年初春 这些愁愁满至的三线建设者 即将开启一段荒野求生的历程 来了以后是晚上一看 哎呦 这房子还挺多的嘛 你看这一层层灯光都挺好的嘛 一到晚家这一看 一片灯火辉煌 哎 像层层高楼一样 哎呀 这地方建的还挺好啊 都是高楼啊 一看都是七八层十来层啊 没梦很快就醒了 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后 三线建设者被眼前的景象惊摘了 第二天一看不是这么回事 全是有毛毡一层一层 像梯田一样 到天地里都 到硬的那个光 没有房子 从第二天早上一看 哎呦 原来我们的工厂就在这山根里头 这批来自东部繁华之地的时代精英 闯入了这片充满神秘色彩的夜郎之地 在这里他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荒芜 生产还太遥远 生存才是当务之急 建设者不得不踏出艰苦奋斗的第一步建房 第一任就是我们这些新工人哪里的时候 就是自己盖房子 因为这个一个小小的这个老城 他不可能能够解决十几万人口的吃住行 住的呢 都是同步 哪有床啊 没有床 底下坡就倒藏 这种建筑叫干打垒 就是用泥巴 石头和竹木去抢 今天在很多三县老厂的生活区 还能找到这种已经被废弃的建筑 这种房子呢叫东南夏凉 那算不错 干打垒我们干了好几个人啊 这顶上都是塞掉了皮的 身上都是脱脊成皮啊 没有干到一个礼拜我就开始流鼻血了 三县建设初期 能住进干打垒的建设者 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有毛毡 骑棚子 甚至猪圈 都暂时成为三县建设者遮蔽风雨的家 那种锡棚也很窄 因为银多嘛 这家和那家就是薄薄那层 我们老头那睡睡觉一蹬腿 一下把脚伸到银家去了 当时他也知道踹到银 人家床 把银也踹醒了 我就听他说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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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怎么了 灯打开 灯一看 脚伸到银家去了 把那油盏子扒扒扒扒 那东西扒腿 扒肉还挺疼的 扒扒扒扒 把腿又伸回来了 干打垒 席棚子 寺庙 甚至是猪圈马棚 这种就地取材的简易住房 犹如雨后春笋般的 以极快的速度 在沟壑当中被建起来 因为他们往往只能够避雨 而不能挡风 所以建设者们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把他们命名为五峰楼 怎么叫五峰楼呢 有四面都透风 都西棚子嘛 爹呢 还透风 爹是用木头躺起来的 最后搁木头钉地板 就这么叫五峰楼 那西棚子吧 它是啥呢 它都是大通铺 也不是说是一个人一个铺 是个大通铺 印象最深的呢 就是都是在挖地里头 那个下大雨哈 早上起来 这个盆啊 鞋啊都飘移地 五峰楼虽然简陋 却不乏访客 西南山区腹地 蛇属毒虫遍地横行 这些几乎从未见过毒蛇的建设者 不得不美印 与毒物相伴而免 以前的怎么说 木工一看也要这样 当时两个鸭铭 最后呢就整得蛮大 出现回来 杯子打开 杯子里 一条车站在里面 鸡蛋买来以后 挂了这个铁丝上面 它能来吃你鸡蛋 我反正看到它爬过来 很快 建设者便学会了 与这些不速之客和平共处 夜里 如果在屋里发现 有蛇与己同塌 这些来自北方的汉子 有时会你一句我一句地 相互打趣一番 为枯燥的长夜添了一份乐趣 有时候随到八夜 那个沙边叼下来的蛇 就叼到那个 叼到工人的杯窝里边 在那种情况下还开玩笑 说又这是个白娘子 备战中冬着这个大蛇要打七寸 它上去以后 就抓住蛇的七寸 撕劲在这个墙壁上 甩打了几下 把这个蛇就甩死了嘛 甩死了往地上一丢 同志们咱们明天改善生活吃蛇肉 四川的太阳 云南的风 贵州下雨晒过冬 低纬度高海拔的六盘水 即便是在最炎热的夏季 平均温度也不过是二十度出透 在阴雨连绵的雨季 有的时候一下就是两三个月 这可难坏了那些从北方来的汉子 湿冷的天气使他们在夏天 也不得不穿上棉袄 由于每天都要穿着湿透了的棉袄 连续工作十个小时以上 所以他们的身体开始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 现在咱们流盘水几乎好多了 那时候一下雨就是半年 一下雨就是半年 你看那时候我们现在最早是六四年六五年 那时候来的人基本现在都有关节炎 我记得当时来了以后好像连续下了一场雨 有三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清天 我们整个的床铺就泡在水里头 夏天还要穿棉袄 棉袄外边来套个雨 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体的劳动 那么就回到许舍里 那个菜衣全是死的 死路路的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但国家对三线建设的重视 却是三线建设者们 几乎没有喘息的事件 1965年9月2日 国家纪委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 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中明确提出 加快三线建设 为此三线建设者们抓晴天抢阴天 刮风下雨当好天 他们指风沐浴 日夜奋战在前线 有一天下雨雨下的比较大 我说不行 我说马上把工人撤下来 我说要不然这么多新工人 把免疫都临死了 连衣服换都没有啊 我说不能过第二天 让这些工人同志们 穿着那个食衣服去施工啊 那样的话很多工人要生病的 谁知道工人干劲很大 幽灵难行 队伍撤不下来 这些出人领导们就被干努了 就收回成命 叫工人可卖了几倍 把那个雨伞 发给没有寓意的工人 创造作业 这个雨伞发下去以后 那工地上 腿车的 挑胆的 打开来的 各自相办法 盛开了五颜六色的这个雨伞 那圆圆的看去 就一片彩色的蘑菇一样 在不断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 建设者开始总结经验 很快 每一个建设者 都有自己天生的三件宝 水鞋 鱼鱼 破苗 出门要穿棉鱼 一年四季都可以穿棉鱼 下雨要穿靴子 这么神经理讲讲 所以是鱼鱼不离身 水鱼不离身 晚上回到那个 这个鞋棚子里 回到许舍里 这个水鞋 可以倒出一杆水来 这个水 有可能是害水 也有可能是雨水 但是那个脚泡的 都是挖白挖白的 当六盘水 开始进入雨季的时候 位于川滇两省交界 由毛泽东亲自命名的 钢铁基地潘之花 却在经历着酷暑的炙烤 西南高原的烈日 让每一位三线建设者 都扒了一层皮 如果要说 六盘水的建设者 有防雨三剑堡 那么潘之花的建设者们 也有贴身携带的 防鼠三剑堡 就是这种灵工 它就在来 最大的天下 就在几天上 有防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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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水壺 第二 草帽 第三 手电筒 三斤包 三斤包 天天受不了 北以秦岭 南平巴山的陕西汉中 地是显耀 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黑布缠头 穿长袍 老副棉袄 露红边 寒冬腊月 穿草鞋 围着火盆来取暖 这是位于汉中的182厂职工 在六十年代所流传的一段顺口溜 这段形象俏皮的顺口溜 正是三线建设者们 对那个时代 中国西部地区 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观的感受 六十岁以上的 穿的妙 允许 周围露了个红边 露红 因为这是当地的规矩 不到六十岁不允许露 当地的农民 他不吃鸡 不吃鱼 但是后来他慢慢知道了 鱼他可以卖钱 三线工厂 就像一列翻山越岭的火车 驶进西部大山的土家寨子里 钻进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中 千百年寂静的山奥里 响起了机器运转的轰鸣声 身着统一工庄的三线建设者 为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群众 打开了一扇新窗户 随着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的蜂拥而至 吃喝供应成了大问题 当地居民却很快发现了商机 他们在三线厂区附近 自发形成了一些小市场 三线人与当地居民交流融合 由此展开 我们刚来的时候他们是不欢迎的 那七十年代初来都不欢迎 因为增加了当时的 他们的负担 供粮 供菜 老百姓也不欢迎 但是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这干了这么多年 附近的老乡都富了 他们开面皮店 汉桐那些小吃嘛 然后卖自由市场 卖那个自由地的菜 中午回下班了一段时间 好 老乡就若若续续 把蔬菜挑到你那个生活区 那个马路边边上 摆成一溜 然后我们下班一下班车 好 大家看着你什么菜 送来买人 富食品市场的交易 厂内厂外的人员流动 当地人和三线人通工 交流就在两个生活体系的碰撞中发生 年轻一辈 已能进入这些工厂 车为工人一员为荣 时常回老家的三线工人们 将大城市的文化带回来 三线厂很快成为当地的时尚风表 那个时候都很新 那个勾那个网布 盖到那个沙发上 桌子上搭个桌布什么 我们哪有这些东西 那就给你 那时候又没有电视 不知道外边是什么 然后这种生活方式 就给你带了很大的影响 然后你也回家去 想把这个家里头布置得 怎么样好一些 有不少人 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 就嫁到我们那了 那为什么影响他 他嫁到我们那以后 他条件就改善了吗 1966年的春天 来自中国东部的建设者 还在源源不断地奔赴三线 汤群就是在这个春天 告别母校的 他和恋人陈东梅结伴西行 一路上勾画着 他们即将在六盘水 展开的人生蓝图 现实有的时候 比梦想还要美好 刚刚到六盘水 汤群就收到了一个 意外的惊喜 七月份就开始 要改兵 军事训练了 那时候就是换上军装 后来就说 要当兵 要让我们当兵 我那时候年轻人 特别喜欢当兵 当时就特别高兴 有一天我们这个 那时我们那个队长就找我 就问问我 这个你听说没有 我说听说啥 咱那个还要变兵了 你愿不愿意当兵 我说我非常愿意 这是1966年8月1日的 贵州省盘县马场 由煤炭系统组建的 四腰支队 攻转兵授旗仪式 正在进行 这一天 在全国各地 由原中央各部委 施工队伍组建的 基建工程兵各支队 纷纷举行了 授旗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 基建工程兵部队 正式宣告成立 原本以工人身份 去参加祖国建设的 大批青年们 一跃成为了军人 军装与红星 在中国的西南腹地 跳跃费城起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 每一个三线建设者 都清楚地知道 当他们用自己的青春 点燃中国西部千年荒芜的时候 对于外界来说 他们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 此后二十年 为备战而生的三线建设 作为国家机密 被牢牢封印在大山深处 事实上 从三线召建 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三线建设 作为一个神秘的词汇 一直被隐藏于历史深处 那个地方因为听他们说 那是一个 反正一个军事 基地一个比较秘密的地方 所以就很神秘 在学典子的时候 我们学生砍脑子 就跑去看了 所以就知道 有个中央秤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一个保密秤 生产兴致要保密 这个长治要保密 还有其他的都要保密 不准设计 尤其我们长治兴致 那就是海线机密 对于三线建设者来说 最大的遗憾 并非是自己默默地 在大山中奉献着青春 而是面对家人 也无法诉说真相 无论高兴还是孤独 都只能自己独自面对 内部之间 互相休息之间 不谈工作 夫妻之间也不谈 那相机之间 各不能谈 就这样了 好多人进来厂子以后 有半年啊 一年啊 家里人不知道 这人到哪去了 究竟干啥 谁也不知道 都知道是保密的 为了加强保密工作 所有的三线厂 都不能以产品 或地名来标记自己 于是数字编号 被广泛使用 三尺当时是叫 94号信箱嘛 也不知道干什么 光知道是个尺寸厂 保密地区啊 对吧 好多三线厂 对吧 你看 陕器在里头 有个叫26信箱的 对吧 它有个小金工 陕器这钩子过来 是我们 我们就是一个陕器 陕器不到 叫94信箱 再往西走 它有个71信箱 还有个39信箱 当时对外都叫信箱 为了加强保密 同时又便于企业 与外部世界联络 每个三线厂 都有很多的名称 不同的场合 企业便会以不同的身份 面对世人 然而对外界 公开的企业名称 往往都具有 很大的迷惑性 比如襄阳212信箱 它的原名是长平工具厂 然而事实上 212信箱既不在长平 也不生产农具 它只生产一款产品 枪 三线厂 这些极具迷惑性的厂名 不仅瞒过了外界好奇的目光 有时在内部 也常常制造一些误会 这老爹老娘先看看子女 到长平我拿走 他说你还得坐车 到长平坐车 坐哪个车 结果又买票坐长平 一下子坐在山里去 这山里一打 没有长平工具厂 这子女说 说今天到的还没到 我那会儿一年进山了 怎么办 找到厂部 拍车去接 长平农具厂212信箱 事实上都是障眼法 它真正的企业名称 是9616厂 这是三线企业在行业内部 建立的一套更为神秘的 数字编码体系 九字头的是地方军工企业 也可以说省数军工企业 九字大头 以部队的编号命令企业 以部队的管理体系编制人员 事实上 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三线场都具有 半攻半军 老五结合的性质 而在企业内部 以应对战争进行的大比武 更成为了一种常态 大使上面提取要求 如果要打起仗来 你这个练乳场 照样要开 晚上 不仅你开灯 你怎么操作法 那就要练兵 白天 把眼睛蒙起来 来舒适流程 踏上踏下 整个场的子宫 全部这么练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 三线建设一初具规模 形成了以攀之花钢铁基地 六盘水煤炭基地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为中心 成坤铁路为连接的 两机一线的工业布局 以攀之花为中心 向北辐射重庆 向东辐射六盘水 形成一个上面三角区域 邓小平将其声动的比喻为 中百式百度 在西北 形成了陕西的航空基地 九泉的导弹基地 青海的河基地 高耕火中的千年西部中国 在这一历史节点 一步跨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 天 Naj尔的研究 中百水千年西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